少君 少经理 请 梅林跟我说 她拿错了药囊 怕你失坏肚子 让我娶回来 阿梅怎么那么粗心 梅林宁死 也不会让你在伤害任何人 来 王上 少君非自议了 惠离王上 人死了 灰气的阎人 竟敢死在我心眼末 王上万万不可 少君非本事自觉 如若王上动刀 恐惹大言非议啊 你是什么人 奴婢是少君府的掌事宫女 王上 少君非是自义 不如就押下赫离消息 以少君和少君非感情不目为由 将死讯传回大言 如此便无关国事 仅是男女情势 将影响降到最低 绝不能当务为王上修建长生塔 你倒是个聪明人 奴婢一心向主 唯有王上身体康健 吸烟放得千秋万代 行啊 这些人 这个阎人的后事 就由你来处理 记住 尽快带回大言入图 免得赃污了本王的长城之地 恭送王上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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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美丽 美丽呢 你想干什么呀 朱君 你和那阎人已经合理 不要再声势端了 啊 少君 夫君若执意阻拦 儿臣只能以死明治了 少君 属下不能切开朕年宿死 生死由不得你 日昆仑的命 只能属于孤 你不是想他吗 孤就赏你 再次闭门思过 绑起来 是 是 放我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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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不相容 带走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下一个 美丽 如果你知道了真相 你一定不会原谅我吧 对吗 坐着 喘 啊 吵到了 起来 啊 啊 吵 哼 啊 少君 即使帮不上忙 我也希望你能开心些 血奴之术也无法解墓外之毒 此前梅林姑娘毒发晕倒 用血奴给她换血 也只能延续她三个月的寿命 唯有雪龙须才能根除末脉之毒 雪龙须 对 我还可以再找雪龙须 我一定可以救梅林 她只有三月寿命 三月过后 就算雪龙须也无力回天 属下告退 双群 走 我的毒不是已经减了吗 血奴之术是怎么回事 妈呀 她不担心 妈呀 她不担心 我需要你 就算是好的 我留在你的老公 幸好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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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阿易 用血奴给他换血 也只能延续他三个月的寿命 还好吗 阿易 撑着点 梅林 是我不好 没能护住雪龙须 如果我的血可以救你 我就不会伤害其他人 我怕他 叫他 他 阿姨 不要伤害阿姨 阿姨 对不起